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颖强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 肝阳上抗的话 抗的话就是亢奋的抗 然后就是肝的阳气往上窜的感觉 所以说肝病的话 这种肝阳上抗的话 它就表现出了一系列亢奋的表现 比如说情绪比较急躁 头晕 眼障 甚至是严重一点 就是说中风 咱们临床上中风的话 高血压的话 都是属于肝阳上抗 最常见的表现的疾病 这种时候中风的话 咱们就说口眼歪斜了 咱们中医像就风的发作 而本质上的时候 肝阳上抗的话 其实它是本须标识的一个疾病 肝阳上抗的 它本须的话 其实在于肝肾的阴虚 中医术语叫水火积极 水和火的话 它是有个相互制约 相互维持的作用 如果我们火抗生了 水比较少 它就是一个肝阳上抗 而如果我们肝肾阴虚 得到调整之后 水分补上来之后 它虚火就不会特别严重 这种火的话 向上窜的这种情况就会减轻 所以说肝阳上抗的话 从我们中医治疗的话 我们叫平肝浅阳 就是把这阳气的话 要把它送回来 让它阳气回复之后 同时的话 本质上的话要滋补肝肾 所以说我们中药有个方子 叫大补阴丸 大补阴丸的话 其实就是治疗肝风内动的 它这个表现出来 比如说浑身的抽搐 口眼的歪斜 血压的升高这些的 所以说肝阳上抗的话 一定要首先是要保证 把它抗生的东西 给它往下镇压 我们叫镇肝 西风 瓶肝 浅阳 同时的话 我们要滋补肝肾肾阳 给它治本 标本兼顾 才能达到一个 很好的治疗的效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